一夜 充满心底花园 Warrior Baby FemaleWarrior 暂时 女 暂时 Coco李文出道30年 是不少人青春的偶像 音乐的启蒙导师 没想到他二日在家中轻生 经三天抢救后宣告不治 短短48年生命划下据典 感动一点一点 真心才能永远 李文还在妈妈肚子时 爸爸就过世 他9岁跟着妈妈与两位姐姐 一起移民到美国 大学就读生物学系的他 却在18岁这年 踏上了另一条不同的道路 哈啰 我是以后的李美琳 今天一定要尽我所能 Thank you 一天活鸟一年 还一生只为这一天 让鞋埋在项链 1993年 他回到出生的香港 参加TVB 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 最终获得亚军 并于隔年 在台湾发行首张专辑 我依然是你的亲人 我依然爱你最深 你的眼神太伤了 不看不听也不问 我的真爱我 记得我永远都是你的爱 记得我等着你回来 记得我只为你存在 让爱固定下来 我和你不愿不愿分开 李文的美式出情唱腔 为当时的台湾乐坛 注入一股新的气象 1996年 加盟心力音乐之后 呈现出更多元深切的音乐内容 天后之路就此开始 这份情感如何换给你 谁能够代替你 我被经历不出真情 爱就爱我就一点 多一些 就比我多一些 不管白天黑夜都不变 爱就爱我就一点 更多一些 就算只有一点点 相爱的爱 点点滴滴诚实 能为谁的想 我为谁方向 同愿意 因为爱你是我的自由 想起心怀疾气 好奇不忧太义 不会大意改更明知 难要是有错一致 尽管在台湾获得高人气 李文1997年回到香港 发行第一张 也是唯一一张粤语专辑 惨遭滑铁炉 于是他在这之后 专攻国语市场 并在隔年凭借这首歌 成为亚洲天后 到书开始 滴答滴 滴答滴答滴 滴答滴答滴 滴答滴 滴答滴答滴 滴答滴答滴 滴答滴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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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来啊我真的想见到你 在今天 我脑海里充满你微笑的脸 不要让我傻傻地等待明天 我单纯的心需要你的爱恋 这张专辑全亚洲销量高达180万张 是李文销量最高的华语专辑 也是台湾90年代最畅销专辑之一 而距离滴答滴不到半年 他又推出专辑 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情 再次带给人们惊喜 遇见你就有好心情 不用暖身就会开心 因为眼睛耳口都有了默契 你知道我有多么了解 如何结合一天 小和的遇见你 感觉到你走着我的心 但我突然想起 爱情的魔力 连续两张专辑的成功 李文开始着手进军国际 1999年推出英文专辑 主打歌不仅打入澳洲英国与美国榜单 更让他成为同时打入 NTV Asia P-Listabon Cup 100 Asia Singles Airplay榜的 第一位亚洲艺人 Do you want my love can you make me sweat Do you want it bad enough to take all you can get 我的情人 我的心 我的心 我的梦 我的灵魂 给一个人 我的情人 我的情人 我爱你 我相信我是你的 梦中情人 I would still know the way that would lead me back to your side 因为一直给自己一个很大的压力 因为我是第一位华人嘛 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在这个舞台上表现得很好 不管那一天拿不拿到脚 2001年 当时年仅26岁的李文 成为首位登上奥斯卡的华人歌手 但他并没有止步于此 这一回他将盛行欧美的hiphop带入华语乐坛 再度引领潮流 从2002年开始 李文放缓了脚步 但只要每每推出新作品 依旧让人惊艳 You're ready to shine the light Let me know what you can do That the sound will show you means to stunt Re make it ain't no doubt Take me to the stop Don't stop Ya trials Youtrans Merauen andere все Ek我唐有不想 快要吧 Is a party time 愷彎滑 Spain 你了不去他有侠 TraMa Valley Time 事故者来听见我的音障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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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Core Core Baby Core Core 我的心感 等你的内太太 Baby Core Core 走过爱 走过痛 走过昨天 走过梦 走过多少黑夜 带着梦想 让我去看世界 为谁停留在那一边 不用说的爱 也能明白 将你的灵魂 尝尽我胸怀 世界再怎么变弯 却也改变不了 You and I Fire and Rain 用力的用力再弹掉 爱是那么的闪耀 旁边的用力再弹 Come on We can do it 1 2 3 你就可以 小少 我们说这里是卧蜜 而今年2月初 爱跳舞的李文 因为左腿天生的缺陷 入院进行手术 不得不暂时停下脚步 但她不忘用音乐告诉大家 我并不想给你时间限制 你为我写的歌曲 I want that song to be something that represents me something that represents me as a strong woman that has overcame a lot of things and I'm still standing and I'm here to you know hopefully inspire all women all girls that you have inner strength and you just have to believe in yourself and love yourself know your worth and go for it 每天你是我最好的安排 你还不明白 我尽贵的爱 早不留心失去活来 如果爱失去 就请祝我活过来 这首在情人节上架的歌曲 歌词中展现分手的洒脱 却让不少人联想到 她与加拿大籍富商老公 Bruce的婚姻 就看到大家这么的热情 而且一直祝福我 我心情非常开心 李文与大16岁的Bruce 2003年相识与精品派对 她不在意对方与前妻有两个女儿 交往8年后 2011年完婚 这个为期两天的世纪婚礼 共耗资6亿台币 宾客更聚集了东西方大咖明星 然而在第二年就传出南方出轨 李文要离婚的消息 当时双方否认两名妓女也晒出合照 证明没有婚变 不过就在今年年初 李文闺蜜向媒体爆料 Bruce前前后后出轨三次以上 早在半年前就分居 妓女们也站在爸爸那里 对李文不闻不问 孤立无缘的她身心俱疲 身高约163公分的她 在去年年末却只有42.3公斤 还曾晒出身上挂着引流带的照片 令不少粉丝担忧 对粉丝大众而言 李文是正直又开朗 自信又坚强 只要见到她 每眼嘴角永远都是弯弯的 来吧 我可以 压一上 没人知道的髋关节移位 没人知道的走不了路 没人知道的无法正常生活 也是在她自己揭露后 大家才知晓 那么她为什么要说出来呢 因为李文希望大家可以等我回来 我也想向大家传递这份正能量 她面对辛苦的附件 一直是坚强坚定的 就连她生前最后曝光的语音也是说 亲爱的 我是Coco 感受到大家对我的爱跟支持 然后你们做我的后盾 我会加油 那这段时间呢 希望你们自己身体健康快乐 我非常想念大家 我在努力努力 想念你们 我也非常想念你们哦 爱你爱你 谢谢你们的贡献 美丽和非常感动 爱你们 直到李文走后 大家才知道原来她有抑郁症 不过就像二姐李思琳 跟媒体所说的 Coco一定不想看到这些不开心的事情 期盼外界少点八卦 能好好记住 她优异的演艺表演与才华 怀念那个荧幕前 爱笑温暖的大女孩 不用说的爱 更能明白 让我的真心 陪伴你未来 世界才怎么变坏 永远改变不了 你和我 你和我 最初到最终 你和我 爱你的每一天 让我勇敢向前 未来 你和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